福元爱大概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外国运动员之一了吧 一张娃娃脸可爱的大魔王张宜宁都会给他上个球 虽说赛场上是备手 比赛完了 爱将简直就和我国运动员打得一片火热 之前李小霞结婚 福元爱就在微博上激动得不得了 赶紧就祝福了起来 丁宁生日的时候 爱将还专门找了人家的一张美艳的写真 花式比心的祝宁宁生日快乐 分分钟让人觉得福元爱分明应该是我对的啊 毕竟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普通话 又嫁了江洪杰 爱将和我们已经不分家了 不过还是要感叹一句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昨天爱将在微博上照片 庆祝自己结婚一周年 明明感觉爱将穿婚纱照也就在几个月前 怎么这么快就过了一年了呢 两个人结婚一周年过得也是非常低调又温馨 找了一家精致的餐厅 打算好好的吃一顿就行了 看着份量 感觉是把自助餐台的甜片全部都搬来了 好吧 看在福元爱现在有孕在身 多吃点也没毛病 老公江洪杰也是非常热情负责了 一直都在帮爱将拍照片 拍的水平嘛 也就是直男的正常水平了 还很甜的玩起了同框自拍 不过这张照片就好笑了 江洪杰的嘴笑得裂开了就算了 我们爱将这个表情是怎么回事 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大笑吗 网友都说了你就直接把老婆这么奇怪的照片发出来 真的不会被骂吗 爱将在照片里明明就是个表情包嘛 女生其实是很介意别人发自己的丑照的 看看爱将自己的微博发出来的照片就知道了 老公的笑回复正常了 关键是爱将自己笑得非常甜美 刚才那张要哭不哭的是谁啊 不认识好吗 虽然爱将照片里面都是坐着的 把肚子都遮起来了 但是真的不管什么样子都是官萌的了 只看一眼的话 完全就是少女嘛 想想还是很期待看到爱将的宝宝 感觉人直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感觉人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